如果连生理性的需求都没有了 那你跟他还谈什么爱 有句话叫做生理性的喜欢才是真的喜欢 如果他对你一直保持着生理上的热情 那么可以确定这个人非常爱你 但是啊 如果这个人他对你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兴趣跟行为 就可以判断他不是最爱你的 身体的行为是真的骗不了人 就男人跟女人两个在一起呢 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吸引 每次见面总是忍不住的 会相互靠近 就是想跟对方啊拥抱一下 亲一亲 不需要多说一句话 两个人恨不得跟对方融为一体 那如果这个人啊 他嘴上说着 我有多爱你 我有多喜欢你 我有多需要你 但是呢 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 他完全不想跟你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 甚至是你想去拥抱他 亲吻他的时候 他都有意无意的闪躲 那你就该明白了 这并不是你要的感情 还是早点放弃吧 不要耽误自己的青春 因为生理上的吸引 它是基因选择 那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他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会想要牵手 拥抱 接吻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生理反应 同时这就是爱一个人最好的证明 这就是真正的爱情 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的目光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走 嘴角的微笑压都压不下来 就好像这个人一出现 你的世界就照进一束光 因为爱呀 它就是一种本能 是你见到它 你就想要靠近它 生理上的爱就是真正的爱 无论是在婚姻 还是说谈恋爱 都是如此 这也是一段感情 能长久走下去的秘诀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